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近日公布的最新一波致癌物清单中,备受广东人喜爱的咸鱼被列入一类致癌物,也就是确定于中必定含有引发癌症的物质,只是看吃下去的人有没有机会中奖。 连中国的国家食药监总局都转载了这份清单,让不少中国网友痛苦地直呼,这下咸鱼也不能翻身了。 据香港01报道,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致癌物分为一类致癌,Casinogenic to humans,二类可能致癌,Probably, Possibly, Casinogenic to humans,三类未知, Not classifiable as two is called Synergenicity to humans,和四类可能不致癌,Probably not Casinogenic to humans,四个级别。 而在这116种一类致癌物中,下饭好物中是咸鱼编号第96,还特别标明是Chinese Style,中式台湾人爱吃的槟榔,Erica Knott,也同样稳坐清单中。 浙江省肿瘤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宋玲兰表示,咸鱼致癌的来源其实是制作过程中所产生的亚硝酸胺, 由于鱼本身蛋白质含量高,制成中会产生大量亚硝酸胺,吃下肚后并捍卫中的亚硝酸盐合成N亚硝基化合物, 从而产生精英毒性物质增离癌风险,且已有研究表明咸鱼和鼻咽癌、食道癌、胃炎有相互关系。 此外,咸鱼在制成中的污染风险更为吓人,若与露天曝晒时引来苍蝇等蚊虫,可能滋生细菌。 有人甚会为此对鱼喷沙虫剂,造成可怕的二次污染。 医生建议,食用咸鱼的次数最好降低至一个月一两次,并多补充膳食纤维,从而缩短于在肠道停留的时间,减少亚硝酸胺的吸收。